青江菜 豆腐 粉絲等食材一起整成餡料 再包进馄饨皮里 师傅采用方正包法 跟一般常见的馄饨不一样 就连名字都取名为整顿 馄饨煮好后撒上海苔丝 一口咬下 除了口味清爽 身心也都不馄饨了 而使用生菜 红梨麦 低温烘焙的油风番茄和天然发酵的天背 再加上油醋酱 这道山海关温沙拉 没有一般生菜沙拉的寒气 入口后也让人神清气爽 师傅在帮我们所有的食物命名的时候 他都会带入修行的概念 比如说一般我们听到的就是混沌 那其实师傅是希望我们体会说 这个世界它混混沌沌的 那我们是用 希望能够整顿 好好的整顿 那就是透过 不管是我们在制作这道食物 或者是客人吃到这道食物的时候 都能够达到一个帮食物身体里面进化的效果 位于信医区知名贵妇百货内的养生饮食餐厅 是由知名的梅门养生器工大师李凤山创立 注重养生 崇尚全素料理 更主打食用原型食物 而在食材的处理上 除了大家常听到的色香味 还要再加上化氧 透过刀工和烹调的火候 让食物结构变小 入口即化 才能深入人体 达到滋养平衡 也因为这样的坚持 让许多第一次来店里用餐的客人 都能够立刻发现到菜肴的不同之处 台湾蔬食是很多 那可是健康的蔬食不好找 所以这边吃到 其实就是说一个养生跟健康 吃到食物原来的味道是这样 没有太多过多的东西 添加物 然后也没有现在所谓素食的 那个塑料的东西 就是化工加工的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很 味道很不一样 然后没有那种过多混杂 混沌的味道 刚刚今年我们有很多很多客人来 他就是因为希望能够 就是对地球有更多的关怀 然后希望透过吃素的这个方式 所以其实他们也会 因为这样子接触到我们 对 那这个商圈附近呢 其实素食的选择还没有到 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很多人想吃素 然后再来这附近逛街的 其实都会来我们这边用餐 其他包括使用绍兴酒 做成的绍兴鸡丼 古早淡淡面 使用黑式番茄 飞机改豆腐 以及纯酿酱油 制作的一番豆腐汤面 以及山中产奇咖喱饭等等 都是店内的招牌料理 喜欢蔬食或吃素的饕客 每到中午就呼朋饮伴 一起前来品尝 店内的装潢和摆饰 也富有文艺气息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来趟体内环保之旅 在美味和蝉意结合的佳肴下 让身心都得到放松 记得通通话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